夫人君 是 为了保密 你不需要向任何人 汇报你的计划 包括我在内 城内所有的驻军 由你一人调用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要确保昭和日顺利举行 是 将军 我愿以我的性命 保证完成护卫任务 好 好 闹口 进来 大索您找我 朝河日期间 整个青城的守卫由我负责 但是我们人手有限 所以 盗贺的军部药员的保卫工作 就由你全权负责 就给他 那我呢 你闭嘴 林桑 庆典期间 客人们的安全 就全交给你了 大佐放心 我要让我失望了 不要让我失望了 这什么茶 这能喝吗 我说你这大老爷们 你也太没有气度了吧 你受了窝囊气 拿茶杯撒什么火呀 你说 你说我这么多年 我跟着日本人 我欺茶倒水 我安前马后 你把我当跑堂的了你 是不是来的什么大官 说是什么大官 特使 你 你 你把我当老妈子了吗你 这不是挺好的吗 好什么好 你说我这么多年 我忍气吞声 我为的是什么 我为的就是不看别人脸色嘛 我要是知道今天是这个样子 你说我当初 行了 这么大劲我干什么呀我 行了吧你 你也不想想 这几个他都是大官 你但凡能巴结上一个半个的 这以后在青城啊 咱还不就顶了天了 说的比唱的好 顶了天了 天都要破了 跟着小日本干 万一有什么闪失呢 是要你的脑袋还是要我的脑袋 舍不着孩子就是套不着狼 你说 那要是狼还没有来 孩子丢了 因为我说你这个不真气的窝弄废 去不去 你不去是吧 不去我现在就回娘家 你还会什么 你就会这么说 你就会这么说 我去 我去 去 找这么去 好 情报失去了支援 还点儿的事 只有交给我们了 大家在这方面 都不是很有经验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行动 这个田露最近小姐脾气 发得有点频繁 她 她怎么回事 怎么 她是要跟你较劲吗 你才知道 什么意思 你早就知道 还不是因为你 非我不嫁的事 何叔 这事是不是应该跟她说清楚呢 我的选择还不够明显吗 我都快写点上了 那你也应该跟人家小姑娘说清楚呀 有些事情可以靠时间去解决的 我要真说出来的话 会让人很伤心 我 田露 她看着干吗 追啊 那不是月苗夜黑吗 那要碰成这本人怎么办 不过 来来来来 快来来来 来来来 你别闹了 行不行 你现在都成这样 你闹什么呀 现在全城戒严 咱有什么回去再说 行不行 别闹了 田路 那我问你 我到底哪比不上杜娟姐 这又不是上街买菜 这有什么可比的呢 她是我小区同学 我从小就喜欢她 你 我们两个像兄妹一样 我一直拿你当妹妹 在三十九团救你 也是很偶然的机会 有什么我们回去再说好吗 我不想当你的妹妹 那你当我姐行不行 走 田主 干什么的 不知道现在全城戒严吗 不是 老总 你嚷什么嚷 没见过小聊坑吵架吗 你个骗子 不稀罕 吵架 回家吵架 别在街上待着 你脸怎么了 没事 田路呢 她没回来吗 你不去找她了吗 路上遇上宪明队 然后她就跑了 那咱得赶紧找她去啊 对啊 天马上就黑了 现在日本人全面封锁 如果我们出去的话 会很危险 那也不能不管她呀 没说不管 是不是想办法呢吧 行 你在这儿待着吧 万一她回来有个照片 你们俩 跟我走 把里面的人都给我轰出去 来 走 走 走 快走 来 走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走 走 快走 出去 快点 出去 出去 走啊 快点 走你呢 好好好 快走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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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你 走走 原来是丁爷呀 您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挺好 好 这里边有一个算一个 拎上箱子都给老子滚蛋 别安心啊 丁爷 这里的客人 可是青城地面上 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我们可得罪不起啊 好 有头有脸的你得罪不起 那我问你 日本人 你得罪得起吗 我嘴巴 丁爷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少给我言心 我问你 日本人的昭和日就要到了 昭和日你知道吧 昭 昭和日 不知道 昭和日就是 我也说不起 你就当是中国人的春节 到时候呢 会有很多的日本官员来清城 我走来走去 就觉得你这个店还凑我 你明白吗 明白 多谢丁爷侯爱 可是这招待皇军 我们这个饭店恐怕 你少给我来这套 给脸不要脸是吧 不敢不敢 不敢 我的意思是 皇军住这儿 我们十分欢迎 可是这皇军的安全 我们这个店恐怕无能为力呀 好 大大的一口 安全问题包在我身上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从今天开始你什么都别干了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都给我打扫干净 怠慢了皇军 小心丁爷给你下黑手 是 是 我们走 陆小爷进房 这位小姐 实在对不起 这里的房间已经被人订完了 你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订完了 对 控制意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可以给你交钱 小姐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加再多的钱也没用 这里的房间啊 已经被保安队大队长丁林 给全部订完了 听说还要住日本高官呢 这日本人咱们可得对不起啊 实在对不起啊 星红 你怎么会看 是一个妓宫啊 我都是这么大的事 明天不干吗 这本人突然权证宵禁 别说找了 走两步都困难 他就在外面就更危险了 我真不应该让他跟着我 吴仁军 将军 明天 可就是我们的大日子了 三位特使安排得怎么样了 都已经安排好了 从城内到鬼头沟基地 在连夜返回城内 沿途都有重兵护送 而且特使下榻的太平饭店 我已经派人严加守护 收拾得焕然一行 再去复查一遍 要切保万物一时 是 另外 属下特意准备了庆功酒会 为诸位特使和将军您 接风洗尘 天者计划启动当天 我会当场宣布 你任青城地区最高指挥官 直接负责整个计划 谢谢将军再陪 我以为你睡着吗 哪里都睡得着啊 怎么了 还在担心田路啊 我 我 是 都怪我 田路晓不懂事 可以原谅 但是 我真的不应该 给她纠缠过的机会 田路那丫头那么几零 情法又好 我相信 她不会有事的 但愿如此吧 当她回来以后 我一定要把她送到三十九段去 电信车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研究了好几天 还是没有任何进程 只要电信车在城门 启动电台 就像他我们自杀 我们失去了情报的来源 但 行动起来 非常困难 要想找到十元 难 会有办法的 你 天路 没事吧 现在全程戒严 你知不知道我没有多担心 那还不是因为你 我一生气一着急 我这 走错路了 行了 行了 走 怎么了 怎么了 事事 怎么回事 我走 妈妈 夏俊伯 这 我这会不会下手太重了 他这脸是你打的 我当时只想脱身 灵机一动 对不起啊 你知不知道 我们担心也就罢了 正事全都让你给耽误了 行了 都已经回来了 别说了 对 明天天一亮 麻烦你安排一下 把他送到三十九团去 为什么 我不走 你不走干什么 你在这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再危险我都不怕 我们怕 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好好好 来来来 别难过了 有什么委屈 跟伯母说 来 过来 娘 您别惯着的 你别在我们家耍小姐脾气 妈 你怎么回事 不可以 我又错了 哎 少军哥 这小丫头 你得哄着来 你跟他说道理没用 小丫头 不 小丫头 你 这事 你办得也忒不地道了吧 你们挺懂 你们懂 你 你们怎么没媳妇 那儿 这儿 你到底是年轻人呢 又折腾了一夜吧 爷 现在成立这个情形 寸步难行 真是头疼 田路呢 你娘正哄着呢 送他出城的事 您安排得怎么样了 你就要把他送走了 让他生气 总比让他丢了命奖 送他出城这个事 比较麻烦 日本人突然封城 你现在硬要送他出去 风险太大 我的意思 是不是拖鞋日子再说 你们怎么也不到我去 我也要去 你呀 这两天踏踏实实在那儿待着 等到封锁解禁了以后 你就马上回你的三十九段去 我也可以帮忙呀 我们要做的事 你帮不上忙 你们都没告诉我要去哪儿 怎么知道我帮不上忙呢 我们要去找师员 你能帮上忙吗 他长什么样我又不知道 你瞧 不过了 我知道他住在哪儿 行啊 这时候不要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 田璐 别卖关子了 快说吧 想知道 那就带我一起去啊 你了 我看你了 你换个人 我看你去哪儿 船里 我都没法 我看你了 你看你了 我看你了 哎呀 这么多人 那可有人感情吧 谁人叫的就是这个笑话 你确定十元就住在这里边了 应该是 这可不能开玩笑了 必须要百分之百的支持 我跟我爹在青春的时候 我跟我爹在青春的时候 就是住在这里 这可不能开玩笑了 我本来想着这个晚上 在这儿住一晚 第二天就不去找你 可是你想到遇见丁玲呢 他把整个都包下来了 听他的意思说 好像会有日本的军官会吓他 要真是丁玲的话 那确实有这个可能性 这拉倒 这可能性 你知道可能性啥意思 那就是要么对要么错 一半一半的事 田姑娘 我不是不相信你 这事万一搞错了 那是要死人的 可我就知道那么多 不管了 现在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 就有你的办法 我就知道 还是你就相信我 有人来了 我就说吧 他亲自守着 看来不止一半 即便是这样 咱们也不用应酬 方便先正常正常 我们几个丁玲都见过 应酬的话太危险了 要不咱找一个生命空吧 这事 只能再麻烦我爹那边的人了 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 去哪儿去 人家认识你 就是因为认识才可以去啊 你别瞎闹了 你要干什么 你别管了 到时候你们等着好戏吧 你们都给我看仔细了 出什么差错 我要你们的脑袋 我要一个最好的房间 箱子帮我提上去吧 这是哪个不长眼的 在这儿撒野啊 复活了 你都不记得了吗 闻你都不记得了吗 等一等 请接受盘查 缘分 缘 缘分 不不不 姑娘 我早就说过了 有缘的话 我们肯定还会再相见的 是是是是 有缘 有缘 怎么 你要住店 是啊 最近 日本人搞什么庆典 所以我也出不去 没办法 只能在这儿将就一晚上了 真没想到遇见你了 实在不好意思 您可能还不知道 这儿的酒店 我包了 一直听说 清城老正家是首富 没想到您也这么有实力啊 现在 是我叮铃的天下 您这样说 我只是想解释一下 只可惜 这个也没有什么房间了 好 要不然 我们可以一起共计晚餐呢 本来呢 好 我还想看一看赵和日的热闹 只可惜 这趟算白来了 那我先走了 别别别 姑娘别别别 我话都说到这儿分上了 你们说 我要是再把您推出去 让我别人知道了 还不说我 不懂得怜香惜玉 房间吧 还是有的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 我们住同一层吧 好 好 弟 提醒您一句 您那一层 可就只有您和石渊将军住啊 怎么 不方便啊 不不不 方便 方便 求之不得呢 去 没事 我帮你提箱子 我保证 这一层有酒店最好的房间 请 谢谢 他妈的 没想到这压道还会这一阵 是不是有些东西吗 是啊 杜元姐 这很正常嘛 英雄也难过没人关啊 让你这么一解释这事 可就成真的了 干活去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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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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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们都是些站岗放哨的 没什么本事 他们都听我的 这儿 是青城最安全的地方 看不出来 您不但财力雄厚 和日本人也颇有些交情 那是 那是 请 请 谢谢 啊 呀 这里真不错 小意思 小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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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晚餐呢 放心吧 晚上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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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见啊 晚上见 嗯 怎么 还是不想帮我 嗯 现在改主意 还来得及 同样的话我还想问你呢 那你至少应该告诉我 之前的对手是谁 哎 你既然这样 我就只能当没有你这个弟弟了 好在我的天照计划 已经不需要你了 你这么说天照计划总算有进展了 明天 只要明天一到 石渊将军就会亲自宣布 天照计划正式启动 而我将代表林木家族出任天照计划的最高指挥官 石渊也来清城了 都是因为你和武冈犯的错啊 几乎令我在军部名誉扫地 为了重新获得将军的信任 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 你如何建功立业的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大哥 我给你一个预言 这场战争 你注定失败 真是个冥顽不灵的家伙 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 我要让你亲眼看看 我是如何光大我们林木家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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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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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逗你了 明天晚上 这里面会有一场火会 到时候 我会想办法 来跟您的纠缠点 再跟你见面 杨玛 这次能动手 我多亏你吧 谢谢儿 你谢什么呀 只要能够对付小鬼子 就算了一番 明天行动 一定要这么小心 放心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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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还是在为绍军他们担心吗 绍军他们就那么几个人 去跟石垣对抗 还有那个田路 现在正在火斗上 万一又是有个闪失 他们出发了吗 还没有 在做准备呢 我刚才派人把饺子送过去了 他们打算今天晚上出发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你去什么呀 坐下来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行动 是有纪律的 连我这个潜伏人员都不能参与 你能去吗 我真受不了你们八路军的戒律 哎呀 你啊 放心吧 绍军他心里有数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 今天午夜 我们行动 嗯 绍军 绍军 我为什么不能去 你的任务不是打仗 而是我们获得了天照计划的信息之后 你要负责传递出去 我们几个人里面只有你懂这个 更何况电讯车就在城里 你的任务也安全不到哪儿去 可是 没有可是 我们这次是硬闯龙坛 万一有什么三成两短 你还得要消息后就可以报应了 不会的 也不会有事 我是和你开玩笑的 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回来以后 我还要继续抱你呢 对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吧 你没事吧 不得了 不得了 不是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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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将军阁下 四个月前 我们特别混成旅 守华北方面军特派 跃出战线 突袭清城 就是为了在这里 修建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 为我空军空袭 中国内陆重镇的计划 做中转补给 我们原先的计划 是速战速决 迅速清除清城的抵抗力量 然后全力修建机场 但是 这个过程 出现了一些小意外 我已经听说了 这个意外可不小啊 卑职无能 当然 我知道 这 也不能强怪你 八路的实力 确实超过了我们的估计 不仅是在清城 整个战区 都被他们叫得鸡飞狗跳 好在现在的基础建设 相关能源的储备 已经全部完成 请将军检阅 你干得不错 你干得不错 我宣布任命五人大佐 为天照计划指挥官 将军 多谢您的栽培 天皇陛下 万岁 可不是 怎么回事 kom